欢迎来到我们的芯片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聚 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三个精彩的新闻话题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经济学家警告 由于前所未有的疫情和通胀事件 解读当前的经济数据变得异常困难 拜登和特朗普的经济记录 也因此变得非常或无法准确反映经济的走向和消费者细心 对于普通人来说 经济数据更多的体现在日常物品如实体和燃料的价格上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对80多岁的美国夫妇 他们正在烦恼如何将30万美元的遗产分配给他们的三个孩子 这对老夫妻计划将遗产的10%分给每个孩子 但由于孩子们的财务需求各不相同 他们感到非常困惑 市场观察的专栏作家建议他们平等分配遗产 因为遗产并不是一种权利 并且避免财富和特权的延续 最后我们来谈谈投资者是否应该参加Gothman y Gomez 狂欢 根据悉尼陈锋报的专栏文章 投资者应对初次公开募股 IPO保持紧正 因为这些股票往往被高估 并且主要汇集对冲基金的优先客户 最近Gothman y Gomez 的IPO就是一个例子 上市首日股价上涨36% 但随后又下跌了7.5%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CNNN 在这次总统选举周期中 经济数据的解释变得异常复杂 疫情和通货膨胀事件对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有趣的数据和总统的经济记录 在最近的总统辩论中 拜登和特朗普就经济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经济学家马尔桑里指出 解读这些数据如同解读一幅蒙娜丽莎的话 而现在的情况更像是蒙娜丽莎上 迪加了一幅毕加索的话 非常难以解读 特朗普将通货膨胀归咎于拜登 而拜登则声称自己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这些说法都有时偏颇 经济学家周布斯娃娜表示 疫情后的经济尚未达到稳定状态 传统的经济指标已不再能准确反映选举结果 如今的选举更加复杂 涉及更深层次的能化认同和社会变化 经济数据对选民的影响已经大不如前 Yahoo US 一位八群父母在考虑如何分配30万美元的遗产 给他们的三个孩子 虽然他们的女儿生活得很好 但两个儿子的情况各不相同 父亲希望多给那些生活不如意的儿子更多的份额 因为他经常来看望他们 而另一个儿子虽然也有经济压力 但并不透明自己的财务状况 父母陷入了道德和财务的两难境地 文章指出 遗产并非理所当代的权利 不应让孩子们依赖于此 最终建议是平等分配遗产 让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宫廷的起点 文章还提到未来20年内预计将有84万亿美元的资产在代际间转移 这将进一步加剧财富和特权的循环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上周Gothman Y Gomez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 引发了广泛关注 然而投资者因谨慎对待首次公开募股IPO 因为成功往往依赖于现有的财富和人脉 沃伦巴菲特警告说 IPO通常在对卖方有利的时机推出 而不是对买方有利 Gothman Y Gomez的估值远高于实际价值 类似于一种合法的拉高出货机制 尽管公司在上市当天股价上涨了36% 但分析师认为其实际价值远低于当前股价 文章建议零售投资者应避免购买IPO 因为市场尚未进行价格发现 购买IPO容易被炒作所疑惑 作者分享了自己在PO投资中遭遇的巨大损失 提醒投资者谨慎喜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布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R4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在世界任何地方改变的确认 转打炼软选择 R4204的十个尤其兰禺 让人们在星纳成的20会 Ford ö inga了 新的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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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到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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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